5. 姚贝娜 4. 梅艳芳在香港有着很高的知名度,在电影音乐方面均有很大的成就,其音乐代表作《女人花》《一生爱你千百回》成为了经典曲目,而她本人也十分的豪爽仗义,性格很好,和圈内的很多明星都是很好的朋友。 2003年因患宫颈癌去世,享年40岁。 3. 谢霆锋,一位把电影看得比生命都重要的演员,每一次演出都是竭尽全力,即使伤痕累累,也要保证效果。 在拍摄《十月围城》时,谢霆锋脑袋上出现黑色斑块,之后到医院检查,但结果令她的家人非常害怕,因为她却怎么为皮肤癌,不顾万幸的是发现即使切除后并没有什么问题。 2. 林郑英,知名的香港演员,一代僵尸道长,她撑起了僵尸电影的《一片天》,但是最终却倒在了癌症的手中,洪金宝在她的葬礼上大喊,为什么她得了癌症没人告诉我,我认识很多神医。 1. 唐杰中,6月18日,向省大师唐杰中因病救治无效去世,享年85岁,唐杰中生前,一直在与癌症抗争,换前列腺癌67年,后又发现胃癌,只可惜已经到了中晚期,与胃癌抗争三年。 2. 3. 继续